中美贸易战开打 面对美国加征高关税 中国除了立刻采取同等规模 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之外 商务部也在昨天一口气连发三个通告 对涉及美国无缝钢管等三项进口产品 进行反倾销调查 贸易战情急剧升温 中国商务部指出 进口乙醇胺产品存在倾销 导致国内的乙醇胺产品受到实质的损害 而且倾销跟实质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所以决定对原产于美国 沙特阿拉伯 马来西亚跟泰国的进口乙醇胺产品 从6月23号起 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依据裁定的各公司倾销幅度 从11.7%到97.3% 向中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此外 中国商务部还决定对原产于美国 跟日本的进口氢点酸产品 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同样也是从6月23号起 进口原产于美国跟日本的氢点酸产品时 依据裁定的各公司倾销幅度 从41.1%到118.8% 向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商务部指出 今年5月 中国产业向商务部提出申请 主张美国跟欧盟向中国出口高温成压用 合金钢无缝钢管的倾销幅度加大 超过目前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率 请求对该反倾销措施 进行倾销以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 这一次除了加征关税措施之外 中国也另外针对反倾销调查连发三件 美国将如何回应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多个持有美债的主要国家 在今年4月份纷纷抛售美债 像是美债最大持有国中国在4月份 对于美债的持有就减少了58亿美元 而第二债主国日本也在4月份 对美债持有减少超过100亿美元 在中美贸易战摩擦加剧的4月份 中国抛售了58亿美元的美债 持有的总规模降到1.1819兆美元 中国虽然是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 却是三个月来第一次减值 在中国抛售美债的4月份 中美的贸易关系明显趋于紧张 包括中美互相寄出价值500亿美元商品的 关税制裁清单 而美国总统川普甚至一度表示 要再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但是有学者指出 在中美贸易对质的过程当中 抛售美债将是中国使出的杀手剑 不过由于中国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 抛售美债也可能会反而伤到中国的经济 因此中国用抛售美债来反制的可能性不高 而前十大的美债海外持有者 除了开曼群岛持续对美债持有量增加之外 其余都是减少的 美国财政部于6月15日公布的 国际资本流动报告中显示 中国在4月份的美债持有减少58亿美元 降到1.1819兆美元 而日本也在4月份较上个月减少123亿美元的美债 降低到1.03亿兆美元 另外美债持有排名在20名以后的俄罗斯 也在4月份抛售美债 由3月份的960亿美元降到487亿美元 直接腰斩减了50%减幅惊人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玉山整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2号才在川金会后的记者会上 宣布暂停美韩军演 今天就传出本周渴望宣布落实措施 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美韩军方正在密切磋商停止军演的规划 预计两国国防部本周将联合公布磋商结果 根据报道 两国军方可能宣布在美朝对话期间 叫停三大联合演习 这当中包括已知自由卫士 关键决断以及奥英演习 不过以部队为单位或各军种内部的演习 仍将如期实施 以保持军事戒备状态 而定于年底举行的代号为警戒王牌的美韩联合空演 可能也会按计划进行 但消息人士也强调 即使停止或推迟美韩联合军演 也将附加即刻恢复的条款 这也就是说 一旦朝鲜不认真的进行无核化谈判 或是不落实无核化协议 美韩联军随时都可能重启大规模的演习 这也为朝鲜半岛的局势 划下一道防火墙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 整理报导 中国再报贪腐丑闻 中共中央纪委网站 在6月16号晚间9点半发出消息 指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副书记 总经理孙波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简称中船重工 是中国大陆军工企业之一 成立于1999年 是在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所属部分企业单位组织上 建立的特大型国有企业 负责改造与设计中国首艘的 国产航空母舰辽宁号 粉刺重箭落马的孙波 则是中船重工的第二把手 也是中船重工现任的总经理 57岁的孙波 1961年出生 1982年8月 从大连工学院船舶设计 与制造专业本科毕业 2007年7月 获得了大连理工大学船舶 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 工学博士学位 长时间的在中船重工旗下的 大连造船厂任职 2009年担任了中船重工党组成员 三年后升任副总经理 到了2015年 则是升任了董事、总经理 以及党组副书记 而从中船重工官网显示来看 孙波最近一次的公开露面 是在6月11号 到了中船重工属下的物资贸易集团 但是现在相关的消息 已经从网络中被删除 新闻时时报记者李倩瑜整理报道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证实 当局政府已经为有足够的证据 能够起诉纳吉夫妇 前首相纳吉和夫人罗斯玛 可能会被以非法洗黑钱 以及挪用资产的罪名被起诉 马哈迪之前多次表示 当局政府还需要时间收证 才能提控纳吉 这是他第一次对外界透露 已经握有充分的证据 而当局可能会引原刑事法典中 关于洗黑钱 还有非法挪用资产的条文来提控纳吉 根据马来西亚的刑法 被指控非法挪用资产一旦罪名成立 最高的刑法是入狱五年 罚款和鞭刑 不过由于50岁以上的犯人 可以免除鞭刑 因此今年64岁的纳吉 即使罪名成立也不会面对鞭刑 不过法官也将根据 罪名和非法挪用资产的数额 来判定罚款的金额 而纳吉还可能涉嫌洗黑钱的指控 这个罪名可能的刑法是入狱长达15年 而且面临相等于洗钱金额至少五倍的罚款 此外财政部长林冠英表示 当局即将揭露另一项涉及前首相纳吉的重大丑闻 林冠英在上任之后取得的资料 让他认为纳吉必须为一马公司 所欠下的庞大债务来负责 因为纳吉在2009年4月出任首相之后 就一直兼任财政部长 而这些交易只有财政部长才能批准 林冠英指出一马公司的弊案情况 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当局至今已经为一马公司 偿还70亿令吉的债务 大约是17.5亿的美元 而未来几年还需要偿还约500亿令吉 大约125.5亿的美金 新闻时时报记者陈玉山整理报道 传经会顺利落幕 而外传日本和朝鲜领袖会谈的时间 可能会落在8月到9月之间 但是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表示 日本与朝鲜应该在彼此都做好准备的时候 再进行领袖会谈 目前并没有考虑什么时候会举行日朝峰会 不过他也透露现在正在思考双方各层级 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河野太郎可能会利用7月30号到8月4号 在新加坡举办的东南亚国家协会的相关外长会议 和朝鲜的外交部长李荣浩来进行会谈 而日本的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仁表明 就现在的状况来考量 双方很难就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 取得解决的成果 因此现在还没有办法决定何时举行会谈 河野太郎在节目上谈到 以解决绑架问题为目标的 日本与朝鲜领袖会谈时表示 如果双方只是见面讲讲话 并没有任何意义 一定要获得某些成效才行 因此不光是领袖层级 他也在思考包括外交部长在内的 各层级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不过朝鲜平壤的广播电台 在6月15日晚间提到绑架问题时指出 日本一直拿已经解决的绑架问题大作文章 是为了获取本身的利益 并且批评日本政府对朝鲜当局 采取强硬的政策 另外有关美国总统川普 谈到终止美韩联合军演的可能性 何与太郎也认为 应该只是美国对朝鲜善意的回应协商一事 用同等善意来回应 目前看来对日本的安全保障 并没有任何影响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鱼山整理报道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海航负债6-7000亿 和平披露 习近平相救 明镜火拍主讲人和平15日在点点今天事节目中披露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经出手抢救海航集团 将海航定性为资金流动性问题 以责令人民银行12日约谈了海航四位负责人及其债权人 准许海航向社会发行债券等 和平估计海航的总债务可能在7-8000亿元人民币 至今已出售资产千亿以缓和负债压力 和平同时披露 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 中国可能放宽银行贷款 彭博社16日也报道说 海航集团目前所承受的债务已超过5986.9亿元人民币 但中国政府已同意为其止血 将帮助这家航空集团筹集资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中国政府高层认为海航集团遇到的仅仅是资金流动性问题 应支持海航融资 他透露到6月12日 中国央行一位高层官员已和三家监管机构 海南省政府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 和该集团最大的债权人开过了会 并在会中鼓励各方支持海航集团发债 海航集团自去年年底就传出存在资金链危机 随后在今年1月得到了海航高层的默认 金融时报曾表示 海航的长期债务累计曾高达3828亿元 目前总体债务规模为2500亿元左右 不过这次彭博社的分析人士则认为 海航集团承受着超过5986.9亿元人民币的债务 但无论如何 中国政府此举对海航集团来说 可谓雪中送炭 该集团去年的利润还不足以支付利息开支 股价暴跌 资金流动性出现危机 贷款风波伺激 延期兑现等问题下 海航一度成为金融机构眼中的烫手山芋 即便是中信银行今年2月的出手相就 对海航集团授信200亿元 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海航已使用了5000亿银行授信额度 一年所需支付的利息就在200亿元以上 这笔钱只够还一年利息 同时彭博社表示 若是债务问题得以解决 海航集团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战略 也将得到改变 自2003年秋季宣布实施产业链延伸和多元化战略转型以来 海航在全球的并购操作眼花缭乱 截至2017年 海航集团全资和控股的子公司数量已经达到454家 如今随着借贷成本激增 海航已从买买买转为卖卖卖模式 仅今年春节前后 海航处置的海外资产已接近120亿元人民币 彭博社在此基础上补充道 海航今年出售的建筑项目和股票总价值约有965.6亿元人民币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德国情报单位遭到提报 大规模的监听奥地利境内政治人物 国际组织以及企业 根据奥地利标准晚报报道 德国联邦情报局在1999年到2006年之间 搜集奥地利政府部门 国际组织 大使馆以及企业等2000个目标的电话 手机传真以及电邮情资 甚至在爆料媒体列出的监听清单中 总部设于维也纳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洲安全际合作组织 国际原子能总署 都是德国情报单位监听的目标 面对媒体的爆料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要求德国政府彻底澄清这项间谍指控 表示友好国家之间进行间谍活动 不但不必要更令人无法接受 并强调监听举动可能会动摇两国长久以来的信任 事实上这已非首次奥地利怀疑德国监听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表示 奥地利几年前就曾经怀疑德国监听 但德方不配合调查 他表示已经要求德方确认停止监听 如果有存档资料也必须要销毁 而奥地利也并非唯一的受害者 德国媒体在2015年就披露 德国联邦情报单位有系统的监听盟国政府 以及多个大型国际组织 包括红十字会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内 对于奥地利的指控 德国国会管理委员会主席舒斯特尔表示 委员会近日将召开特别会议来讨论奥地利的指控 并确定这一项指控是新的还是2015年指控的一部分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体报导 世界杯足球赛在俄罗斯热闹开大 多国球迷涌入首都莫斯科 当地却意外发生计程车冲撞人群事故 16号下午一辆计程车在莫斯科红场附近冲撞人群 造成8人受伤 其中包括两名前来观看世俗赛的墨西根女球迷 另有一人伤势严重 当地媒体指出撞人的司机已经遭到逮捕 他并非酒驾 他也声称自己不是蓄意冲撞人群 也不是恐怖攻击 根据调查 造势的驾驶为一名28岁的吉尔吉斯人 现场目击者指出 这名计程车司机走出车辆之后意图逃跑 但后来被路人给逮住 当时他高呼不是我 坚称没有故意撞人 目前俄国警方正在调查事发原因 由于正值世俗赛期间 俄罗斯当局承诺举办一场安全的世俗赛 虽然已经加强维安 但仍然发生汽车冲撞事件 日前美国国务院也提醒 恐怖组织可能正在密谋攻击 可能针对旅游地点 交通枢纽 市场 购物中心 以及当地政府设施来作为攻击的目标 提醒旅客要千万小心 新闻时事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首次在世界杯赛出赛的北欧球队冰岛 在莫斯科举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首场的第一组赛中 遭遇到了传统强国也是上届亚军的阿根廷 却以1比1意外的逼合震惊了全场 位于北欧的冰岛总人口不到百万 在那里也没有所谓的职业足球联赛 这一次冰岛所派出的球队成员也是以业余为主 总教练霍尔格利姆森是一名牙医 而此次大放异彩的门将赫杜森则是一名纪录片导演 他还指导了此次可口可乐在冰岛上所播放的市族赛宣传片 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根廷在第19分钟 由阿奎罗率先的破门取得了1比0的领先 不过冰岛也立刻在第23分钟靠着分波加森追平了比数 而这也是冰岛在市族赛史上第一次的进球得分 尽管阿根廷在上半场掌握了74%的球权 远胜于冰岛的26% 但是双方在1比1踢平之后 阿根廷就未有明显的攻势 在整场比赛当中 阿根廷掌握了多数的控球时间 也频频的起脚射门 其中有7度射阵 冰岛的门将赫杜森功不可没 他还在比赛中精彩地挡住了 梅西一次12码的罚球 成为了此次逼合阿根廷最大的功臣 也获得了单场的最佳球员 而这个市族赛史上最小的参赛国冰岛 作为本届的黑马 还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就让我们继续的拭目以待 新闻时事报记者李倩瑜 整理报道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人物 喊书记抓抓书记的胡志强书记 被抓了 撤出周永康和西小明 中纪委官网前天晚上发布了 来自陕西省纪委的消息称 陕西省卫纪委党组书记胡志强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胡志强是原山西省委书记 胡复国的长子 落马前曾被举报涉嫌受贿 及违法乱纪等行为 胡志强现年55岁 山西常志人 先后在原国家工商管理局 神华集团公司工作 2001年11月起 胡志强曾挂职陕西省咸阳市市委常委 副市长市委副书记 2005年11月起 胡志强先后担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 办公厅党组成员 榆市市长市委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7年4月起 担任陕西省卫纪委党组书记 北京青年报微信公众号郑之圈表示 榆林商人赵发奇 公开实名举报胡志强 涉嫌买官卖官贪污受贿 以家人的名义号巨资 在当地建造辉煌的庙宇等 胡复国曾是山西省委书记 后调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 2005年退休 一个细节是去年4月 担任榆市市委书记 近6年的胡志强 转任陕西省卫纪委党组书记 接替他任榆市委书记的 是比他大三岁的戴征社 这样的职务调整 坊间直呼罕见 政治圈注意到 也是在去年7月 网络上出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 举报者是商人赵发奇 被举报者便是胡志强 在这封信当中 赵发奇提到胡志强从2009年开始 在老家全面迎建庙宇并重修祖坟和祖居 他的母亲以长根绣居室的名义出面牵头 重修其老家的安乐寺 安乐寺的功德碑上显示 大批的国企老板都捐了钱 一个细节是安乐寺内的功德碑上 还显示有榆市能源集团原董事长 王荣泽的名字 王荣泽是榆的煤矿大王 在去年10月因受贿 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 郑志军了解到榆市能源集团 是榆最大的国有独资能源公司 王荣泽在出事前也是风光无限 是全国劳模榆林为数不多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举报亲还提到 胡志强在榆买官卖官明码标价 旗帜下的各区县的书记县长等职位 实行明码标价 这在榆官场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今年1月 央视新闻一加一播出了一期 民企赢了官司输了什么的节目 这场陕西千亿矿权的纠纷案的主角 就是赵发奇 在得知银楼官司之后 赵发奇说了这么一段话 想了想一个案子 二审本来三个月就能完成 结果审理了十几年 这个案子经历了六任省长 三任省高院院长 一个民企号了十几年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能说满意吗 我对很多人说过 我对这样的结果表示沉默 据财经网透露周永康和西小明 曾进入该案 2008年4月 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西小明 邀请陕西省政府的官员到最高院商议案情 之后陕西省向中办做了汇报 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做出批示 要求正确引导舆论 据财经透露 虽然赵发起最终胜诉 但只称该案过程当中被各方势力干预 时任于林市长的胡志强变为其一 2014年8月 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了胡志强的署名文章 提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一定要坚持书记抓抓书记 把责任层层传达下去 一直传达到最基层 这篇署名文章的题目叫书记抓抓书记 四年后书记真的被抓了 好了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向俊波当庭认罪抖出无价之宝 吴小晖曾自夸推门就近 6月14日 原中共中央委员保监会主席向俊波 在江苏常州过堂 检察机关指控向俊波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 杨光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1942万余元 而杨光是向俊波的妻子 二人结婚离婚后又复婚 他们所收受贿赂中最大一笔达到700余万元 杨光现已被另案处理 此外中纪委曾通报向俊波违反生活纪律 搞全色交易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 在向俊波执掌保监会期间 保险业准入门槛大幅降低 民营资本开始大举进军保险业 这其中安邦集团原董事长吴晓辉 与向俊波交往甚多 吴晓辉属于到向俊波办公室 无需预约通报推门即可进的那类 吴晓辉还自夸 对保监会从主席到保安无不认识 此外生命人寿实际控制人张俊 也是向俊波的好友 据报道张俊是向俊波到深圳必见的一个人 2012年保监会单独特批给生命人寿一项特殊政策 张俊拿到仅有一页纸的文件后 称之为无价之宝 长安街知事微信ID发现向俊波送出了无价之宝 自己却只收不到2000万 这存在两方面原因 其一大恶门的围猎数非常高超 根据中纪委通报 向俊波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接受宴请 是很难计算入行贿受贿金额中的 其二向俊波自己别有用心 中纪委指出向俊波为谋求个人政治利益 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 而且政绩官扭曲 可见对向来说 经济收益并非最重要的 向俊波受贿的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17年 12年间他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2004年7月向俊波卸任审计署副审计长 来到央行工作 第二年就开始收钱 在此之前 他是审计兼兵 创作了国内第一部审计反腐剧 人民不会忘记 在此之后 他成了被大鳄们围猎的高官 却忘记了自己当初的笔名 纯刚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向俊波及其辩护人进行了制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 充分发表了意见 向俊波还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认罪 毁罪 全国和江苏省长州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 及各界群众六十余人 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 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各位听好 贸易战从来就是减羊毛的战争 是减多减少的问题 而不是要包羊皮 比如说摧毁对方国家的经济体系 今天明镜书刊节目 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沈若女士 给大家介绍明镜编辑部第252期 对经济学家何清莲的采访内容 谈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到底针对的是什么 贸易战会打到什么程度 沈若女士您好 您好您好 大家都对贸易战 是不是围绕着贸易逆差 还是有政治目的 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 何清莲就此是怎么看的呢 嘉宾从中兴被调成主要打击目标说起 为了解释中兴被制裁这个事情 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 这是因为中兴代表中国分析的国家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政府是国家资源的承误者 垄断者与唯一的大地主 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机制 中兴呢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下 政府扶持的一个企业 中兴原计划是希望占领全球五大洲 所以它设计设立了五个营业部 就是欧美部 南美部 还有非洲部 东亚部 这些地方都有 目前中兴的规模是占全球电信设备市场 10%的份额 占中国电信市场30%的份额 但是呢在关键基础上 依赖从美国采购的核心部件 所以美国就调准了打击 那中国制造2025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家宾认为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 技术升级蓝图 如果要定义的话 那么就是川普在3月22号 签署了一份针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就是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关键战略领域 这个方案中确定了10个领域 人工智能 机械化 量子 计算机等产业 都是与美国产生竞争 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和军事安全 贸易战是美国害怕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强大起来吗 家宾认为完全不是 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主要是最核心的问题在于 中国在盗窃知识版权方面臭名昭著 中国规定设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必须共享技术 要不然就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把它叫做是让外资以技术换市场 而美国企业的很多技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中国合法的占有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购买技术 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经济侵略的计划 嘉宾说中国当然可以发展自己的产业 要害在于不得侵犯盗窃知识产权这种方法 有本事呢就去开发技术 如果搞国家资本主义 银行的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执行国家战略任务的企业 这样他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最后导致中国现在在全世界买买买 买遍天下 之后背后支持的呢还是国家资本主义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 当中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嘉宾说呢当中是各种力量的角逐 川普上任以后必须受到两大专业政治集团的影响 这两大专业集团呢 一个是外交集团 一个是五角大楼 前者是所谓的鸽派代表 又有个绰号叫做拥抱 在对华问题上叫做拥抱熊猫派 那么五角大楼呢 中间很多叫做敲打熊猫派 被称作鹰派 川普上任后确定针对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本身 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扶持的这些企业 以国家作为后台违规行为 这方面美国是吃了很大的亏的 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 中概股不是在美国上市吗 就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大概是在上市几年 360多个股票都停牌了 然后席卷了美国股市上的投资者的资产而去 那么追踪起来 就是360多家中国概念股 基本上是美国籍 而且是四大会计事务所 安永高盛 还有其他几家做的审计 这在全世界都是想当当的会计事务所 或者是律师事务所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材料作假 那么美国证监会要求对他们进行惩罚 结果美国公司都依靠中国的保护过了关 怎么说呢 中国政府就说 因为美国证监会 要他们把材料交出来 让审核 让美国政府审核 哪些做了假 这四大会计事务所都没有交 没有交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 因为中国的法律规定 这些材料不能泄露给任何中国之外的政府 那么最后中国政府出面声明 我们确实是这样规定的 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 你们不能要求这四家公司这样做 那贸易战是要改变国家资本主义吗 嘉宾说其实不是 美国是一个打贸易战的行家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 最大的经济强国 在中国之前 美国是唯一一个GDT达到 10万亿美元的超级国家 那所以全世界都要这个市场 从美国历史看 打贸易战是打得最多的 即使他是跟他的盟友 欧盟 日本在都打过 跟日本在1970年代到90年代 20多年后 最后避日本签过广场协议 然后日本的泡沫经济 就破裂 长达20多年经济不正 跟欧盟经常是打相交叉 贸易战从而就是减羊毛的染症 就是让对方吐出不当得力 就是这个减多减少的问题 而不是要包羊皮的问题 并不是说要摧毁国家的经济体系 贸易战会不会升级到冷战呢 嘉宾认为不会 冷战的前提是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 是对西方国家封闭的 民主国家最大的特点是 他们的政治不是领导人说了算 中国是领导人说了算 这些民主主国家呢 就是各个利益集团 有权去游说本国政府 要求本国政府通过立法正确 照顾他们的利益 所以川普在这个事情上呢 中美贸易战一打的开头 他的最大对手不是中国 其实是本国的利益集团 中国政府也早就把这一套研究透了 他不会引发冷战 因为引发冷战不是川普的目标 也是中国要避免的目标 所以就是说减羊毛 真的是中国让减多少 愿意让出多少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各位听友 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 感谢谢尔文的技术制作 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 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书刊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书刊节目 我回答的也可以越清晰一些 这一期的话我们通过收集的问题 来一条一条给大家解答一下 能大家知道 从2017年10月份开始 现在职业移民的所有人都需要面试 所以现在有一个我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是 职业移民面试都会问到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职业移民的面试 它并不是说对您140进行一个重新的审核 它其实只是对140上面申请很多信息的核对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了 现在咱们中国的申请人 从提交140开始到485面试 可能中间已经隔了三四年的时间了 那么移民官485的面试官 他也是想通过面试来跟您核对 您当时在申请1213为140之间的信息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1213为例 1212和1213两个之前说到过 都是雇主支撑的 都是雇主宝座的职业移民对台的行政方式 那么这两种职业移民 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就包括 比如说你现在在公司是同时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你的薪水是多少 你的职责是什么 因为这个呢可能就跟现在这个普遍的这个 H20 Outside Audit都比较像了 因为移民局呢 他想去确定这个面试官 他想去确定你的这个职责 和你提交上去的这个文件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 你是不是了解就是你的这个密卡上面的职责 那当然我们知道哈 就是说在你拿到密卡之前呢 你不一定是需要去做这个密卡的职位 所以说呢 密典时官他现在对于个人的这个背景呢 实际上也是非常详细的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客人这几个月的反馈情况来看呢 移民局甚至把这个客人从进入美国开始 每一间所就职的学校 就职的时间 密着的地址 就职的专业 包括这个毕业之后 所同时的各项工作都问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那这个是一第二对一第三的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类的这个这个卡对 有一些科学家而言 比如说ED1A或者说ED1D 或者说这个National Mentors Labor 国家利益混的这种担心的方法来说呢 485的面签官员呢 对于您的这个研究的方向 研究的具体内容 和您觉得您现在这个研究对于这个 对于你们研究领域的影响 他都会问到非常细致的问题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他申请485的时候呢 他在就是他的这个配偶啊 配偶还有说14岁以上 就适应的这个儿童也是可以跟着一块去申请这个卡的 所以说现在很多情况呢 就是说啊 一个人来申请485面试的时候呢 配偶也会一块去面试 因为配偶他也会作为这个一个 sevility 这个beneficiary啊 去共同地生成这个团查 所以说呢 如果是和配偶一块去进行 i485的这个面试 您您官呢 也会进一步问到配偶的问题 那么常见的问题也包括 您是如何认识的 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那您是同时 您的配偶是同时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啊 整个的这个面试的流程呢 大概是持续了啊 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说大家大家想想这个问题问题还是非常细致的 那么如果呢 你如果通过职业移民的话 提到485 对于这个面试呢 还是要好好准备的 对吧 一定要读一下这个面试前的这个面试机枝 什么样的电子产品啊 都能带 什么样的文件你想把它带着 需要带着 对吧 包括这个你录制到美国之后 所有的i20的啊 都要把它带 都要把它在一起 一些涉及到的问题 关于你工作的问题 关于你家庭的问题 都会涉及到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 个人现在身份力场面对的这个 面对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很多朋友关心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之后啊 就俗生党拿到日盘之后 我是不是要每年在美国待满六个月 我才能维持住我的日盘身份 那这其实呢 是个理解上的误区 其实真正你想要维持美国日盘的话呢 它并不要求呢 你在美国待满六个月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他的要求是你每次出进美国啊 不能超过六个月 那也就是说 我每次呢 我比如说我出进了五个月 还不到六个月的时候 我必须要返回美国 然后返回美国之后呢 这个我才能保持住我的日盘 但是其实咱们可以这么着算 其实一个人 他可以每次出去五个月 然后只返回美国之内 比如说半个月也好 一个月也好 所以说其实这样算下来 一个美国日盘持有人 如果他不想在美国待满六个月的话 是有办法的 对吧 按照党的这种方式的话 实际上一个日盘持有人 一年可以在美国之外的时间 可以甚至达到 十个月 十一个月 我是说这个相加起来的总数 但是每一次单次的离境 这个时间呢 是不能超过六个月的 所以说呢 只有日盘的朋友们 包括零食日盘的朋友们 也要非常的小心 你出去的美国 不要时间太长 时间这个 到了不到六个月 就赶紧回来 你问上去 你在美国之内待过 二十个小时就行了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大家俗称的 这个回美症 如果比如说 咱们现在也有很多的 这个朋友是拿着美国的日盘 但是呢 这个工作和家庭 仍然是放在中国的 这种情况等解决了 我们呢 也会帮客人申请这个回美症 然后回美症 它的有效期间是两年 所以说理论上呢 如果你觉得你半年入境一次美国 大家十天半个月的 你觉得有困难 那你可以申请婚美证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离开美国 不信两年 在这个婚美证的有效期内 回来就行了 但是呢 这都是理论上的事情 我也是非常想提醒大家 在咱们这个当前的这个形势之下 即使是符合这个 理论层面上的最低要求 比如说五个月就回来了 比如说在这个婚美词 两年以内的期限内就回来了 但是呢 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理论官的探查 现在呢 美国你在入境的时候呢 如果你开的时间太长 它是希望看到你去证明 你跟这个美国啊 有这个情境的缘细 你是有很很大的意愿去 去这个在美国留下来的 咱们可以回想一下哈 就是回想一下 咱们在中国哈 以前申请留签证的时候 面线官员他经常问一个什么问题 你会想留在美国吗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要证明跟中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那证明的方法是一样的 就现在咱们就交个 对吧 你怎么证明你跟美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那么最直接的 我在美国有工作 对吧 那如果你的工作呢 是在中国的话 你可以说 我在美国有家人 对吧 可以是配偶 可以是孩子 对吧 甚至是父母兄弟姐妹 这个都算 都算是你的跟美国的紧密联系 那还有一些紧密联系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财产来提前 比如说 我在美国 我放了很多的存款 或者说呢 我在这我有房子 对吧 我只是说 这两年的这个暂时立刻安排 我回到中国去 去工作 去生活 所以说呢 但是我仍然是保留了 我在美国的这套房产 或者说我的存款 或者说各种的这个财产在美国 对吧 也是为了我之后的 可以永久在美国生活 所以说呢 这也就是提醒大家呢 就是一旦取得了美国日常 对吧 想保持住 对吧 反而这个飞机陷在这 但是呢 咱们尽量是尽量是让自己每天在美国的时间多待 多待着 那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对吧 实在是没有家人在 在美国的话 对吧 至少在这有一套房产 好 然后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家最近非常关心的问题 是问到我今年这个H1D的审批的情况 那今年呢 我也跟非常多的同行去交流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哈今年的这个民营级H1D的收件量呢 也就比去年少了 因为一斤斤 但是呢 我和很多的同行交流下来 我们今年的送签率和去年相比是高了很多 那么以我们自己的律所为例 我们自己的律所 我们在我自己的律所呢 这个去年的 呃 去年的这个出动力啊 在30%到百分 呃 就超 30%到40%的样子 但是今年呢 我们律所的出动力呢 在60%左右 比如说 就虽然整数这个整数就少了那么一斤点 但是呢 我们这个重签率的变得非常高 而且呢 就不是我们贴地加益者的单主的情况 那我们这个我交流的四五家同行呢 他们都是有这样的表示 就是说今年的重签率非常高 然后呢 就是说啊 H1D审批的时间 那我也统计了一下 那我去年收到的第一个啊 H1B 就是H1B的补件呢 是在 啊 5月底 啊 在你今年呢 啊 在这个 啊 在其实5月初 大概是在5月3号的时候呢 我已经收到了几根H1B的这个直接的通过信 然后呢 大概在5月中旬的时候呢 也收到了一个 啊 也收到了一些 H1B的补件 那么跟去年相比了 啊 我们是5月底的时候才收到第一根 就是R1B的补件啊 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 才有一些H1B的直接通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上也是拉的非常的 也是这个进行的非常的快 然后从啊 从另外一个啊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 就是去年和今年啊 其实加级的服务呢 H1B的加级服务呢 它是都被暂停了啊 但是呢 这个去年是10月1号之后啊 统一恢复的 那去年10月1号统一恢复呢 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你 H1B判定到10月1号还没有批准的话 那你10月1号 对吧 就不能工作了啊 我指的是这个F1OPT 学生申请H1B的成交不凡凡的情况啊 啊 但是呢 今年啊 啊 因为你就显得比较人性啊 它在啊 啊 它是规定了 今年9月1号 会啊 统一恢复这个H1B 2019PAP 这个申请的加级服务 也就是说 如果到了9月1号啊 还有朋友 还有同学 这个 如果H1B还没有消息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加级的申请了 那么我相信 云云集 这一项的 这一项的这个规定呢 它也是 就是希望不要耽误这些H1B的申请啊 他们11号可以开始一个正常的工作 然后接下来还是一个H1B的相关问题 就是H1B的配偶可以工作吗 对吧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啊 其实是这样子 H1B的配偶呢 咱们知道是只有H4签证 H4签证呢 通常的情况下来说 他们是不可以工作的 那只有一小部分H1B 啊 H4可以工作 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咱们之前有提到这个 呃 申请日卡 对吧 申请日卡 11 123也好 都是要通过这个 140的这个表格来申请 那么 H4呢 如果 H1B的 holder H1B的这个visa是有人吧 他有一个140的批准 无论这个140是 二类三类或者说 一万类的这个140 只要呢 一一啊 H1B的visa holder 他有这样一个140的申请 批准 那么 那H4呢 他就是可以 啊 申请通过申请 EAD卡来工作 就是说 他不是说自动工作的 他是呢 你要政府里的 啊 H1B的主visa的持有人 他有一个 一岁能批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H4的持有人 可以基于这条件 去申请EAD卡 就EAD卡批下来之后呢 才可以去工作 并不是说啊 我这个1409了之后 我这个就可以 自动去工作啊 所以说 这是有一个程序的 那我 我也在一些这个 啊 过往案例当中 听到有一些人 会听说 这个H4 在文学情况下 去工作 然后往公告 或者说往公告141 撇出来就跑去工作了 那这个不是这样的 一个程序 EAD卡申请 是一定要在先 那么 啊 如果 啊 有了这个 申请到EAD卡 去工作之后呢 去工作之后 好 那么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 就是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 有提到过呢 如果 H4 没有出动的话呢 可以通过 G1的签证呢 在美国 进行一个实习 或者说 进行一个培训 然后有朋友就问到 G1不是有一个 啊 这个微软的问题 对吧 那么 我这里也跟大家同意解答一下 那G1签证的话呢 我们 啊 就是 听说最多的呢 可能是 这个 消毒学者 可能 涉及到一些 这个 学校资金的投入 或者说 国家的一些 呃 颈缺的 这个职位 所以说呢 他有的两年 服务器啊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 G1签证 他都有一个 两年 服务器 那大家呢 如果拿到G1签证之后 想知道自己的G1 是不是受两年 签证 那可以看一下 这个 DS2019 表格 DS2019 表格 他有一两年 会非常明确的 对吧 非常明确的 对吧 勾证 你这个 这个情况 是不是受到一个 两年服务器的 呃 受到一个 两年服务器的 这个限制 那么如果你想要一个 正式的 opinion的话呢 我们呢 是可以做一个 啊 universe opinion 的require 到这个 呃 国务院呢 那么国务院呢 会根据你所提供的 比如说你的护照 你的DS2019 的服务 对吧 比如说 trainee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来说是不受到 两年期的影响 但是我不放心 对吧 我把我所有的 G1的相关的 Visa的这个文件哈 寄到这个啊 这个 国务院 那么国务院呢 会给你出自一个 非常正式的影响 会告诉你 你这种情况 是不是受到 啊 两年服务器的限制 啊 如果他说 哎 你不受到两年服务器的限制啊 那我之后 这个G1就 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个 weaver了 好 那今天的答案就到这里 那如果啊 观众朋友有一些 其他的问题呢 就是欢迎大家 自己留言啊 我们之后呢 会专门在早期的节目 给大家同意答应 谢谢